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,就是都充斥着一大帮不用上战场的嘴巴战狼。在俄罗斯,嘴巴战狼的集中地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。国家杜马简单来说就是俄罗斯的下议院。有人可能会问,原来俄罗斯有下议院的吗?对,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假民主政体,所以在辖下仍然设有下议院。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,完全就是跟香港的垃圾立法会差不多,是有一帮亲政权的人渣把持着。最近俄罗斯国家杜马把矛头从乌克兰转移到了法国身上。原因是法国有大动作要对准俄罗斯。内容是俄罗斯准备要用核武对准法国巴黎。相当惊人。欧洲的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。 而且,俄罗斯国家杜马已经不是第一次语出惊人。简直可以用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形容。俄罗斯杜马说,要动用核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就像中国大陆一大帮做军事节目的五毛。在那里叫嚣的人进了下议院一样。他们把自己口出狂言。要用东风导弹射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这种做法,照样搬进了国家杜马。 假如俄罗斯真的把法国锁定为敌人,那整个欧洲就不需要跟他客气。更有趣的是,虽然现在法国打算动员军队,派兵前往乌克兰。 但是,如果俄罗斯真的对法国进行攻击的话,整个欧洲的北约就会启动集体防卫。整个北约的国家全部都需要动员。 所以,其实现在俄罗斯除了虚张声势之外,可以说是正在进入了博弈和玩命的状态。因为现在的普京其实在压根就不想跟北约开战。 现在,俄罗斯也许在乌克兰战线上暂时尝到了甜头。但是,俄罗斯面对这么多的北约国家。 它根本无能为力。虽然乌克兰现在用的是北约的武器,但是其实最先进的武器仍然还没有交给乌克兰。 例如北约的F-35B战机,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,都根本没有办法去防御北约的隐形战机。 所以,普京才不会那么纯。普京也知道,跟北约开战会对自己非常不利。而且,整个政权灭亡的可能性会大增。 所以,我们也不太反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继续挑衅北约。如果是在两年前,你会很难想象到,俄罗斯会疯狂道说,要动用核武器来对准法国。 之前在第一次核威胁,说会在乌克兰的前线使用核武的时候就已经够震撼了。但是现在变本加厉。大家有没有发现,他们跟香港的那帮无耻的嘴巴战狼非常相似。 爱说什么,就说什么。根本不需要成本。这次还离谱到了说,要用核武器轰炸巴黎。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很低。但是其实,现在的状态升级存在着很多变量。 就是说,虽然普京绝对不想跟北约开战。但是,如果北约持续派部队到乌克兰,加入战线的话,俄罗斯就要面对一支北约加入了乌克兰之后的无军。 而且,乌克兰也没有停止过再有可能的时候攻击俄罗斯的本土。因为乌克兰绝对不可能锁定在只有你攻击我的国家。但是我不能攻击你。 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擦枪走火的状态。不说不知道。大家可能认为,像一战和二战这种毁灭性的战争,大家打起来都是毫无底线。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。实际上当时在开打的时候,双方都有着某种大家互相不侵犯底线的摩记。其实跟大家差不多。 两个人在比试的时候都是点到为止就算了。但是到后来越打越认真,越打越火,之后就会使出所有的因招尽招。 这正正是战争最可怕的事。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德国入侵欧洲。 当初德国跟盟军开战的时候,并没有对准大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。 英国当时也没有这么做。当时法国沦陷,英伦之战开打。一开始德军的攻击只是集中在英国的飞机场,还有军用机场,绝少会去攻击大城市。 但是后来英国对柏林进行了反击轰炸。英国轰炸了柏林之后,德国方面也没有了不攻击大城市的默契。 之后就变成了双方无差别不断攻击对方的大城市。所以,回看现在的情况。 就可以知道战士一定会不断升级。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共识。就是有所谓的底线。 这个底线不是来自道德。而是你不希望在你攻击过对方之后,对方也做出反击。 但是当其中一方失利的时候,就会用尽所有的招数,把底线抛住脑后。 所以战争只会重复,到了最后会不择手段。 虽然现在我们觉得有很多事情的可能性都是偏低,但是如果战事真要的再升级,大家真的要互相攻击的时候, 俄罗斯就有可能会忍不住,会攻击北约国家。就算不是用核弹,这样子整件事的格局就完全不同了。 因为整个北约已经真正地卷入了这场俄乌战争。 大家好,欢迎收听升旗义普通话频道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听众们,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,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